这张图他已经帮你做完分析了 我简称叫自动分析 这就是以下我做不到的 你只画了一张图 自动分析就已经帮你分析完毕了 所以你要先学会 就在这节课下课前 我要先教完自动分析 请问一下如果你是老板 你要看哪一年 你要看哪一年 一定是看最近的这一年 对不对 而且最近的这一年 就是老板看到这张图 因为我们拿到资料是不是到2016 2013这边 2013 2014 2015 2016 了不起现在应该就是什么 2017年的1月初 听得懂吗 只要你把原始资料都整理得干干净净 这是四个步骤就画出来的这张图 这不是你在以下也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在泡边也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对好 那我现在我要请你们了解的是 老板这个时候 当然想要知道是2016年 他的一个利润分析 同意吧 好 请问他是成长还是衰退 成长多少 你不知道吧 以下你会不会算 会吧 会吧 会 你一定会啊 不然你国小都毕不了业 对吧 好 你不用算 他全部都帮你算好了 自动分析念 第一件事就会告诉你这件事 好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2016年没问题吧 接下来点什么 接下来点什么 翻息 然后呢 说明增加的情形 可以吗 点下去 假设你今天是第一次做这件事 因为等一下你是第一次做这件事 你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出现那个问号 反正就是你先把它关掉 怎么关掉这个画面 你就在这边重新点一下 滑鼠右键 翻息 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第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2015到2016 增加 增加 利润 成长 9.97% 他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那你觉得老板接下来 想知道什么事 还是结束了 实际的数字 实际的什么数字 增加实际的利润的经验 这个也可以很容易的算算 但是老板可能想要知道的是 像你看这边 这边 这个是各年的产品 这个纸类别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类别跟纸类别 它是有差异的 例如说家具类 这是主类别 家具类里面纸类别就是什么 有桌子啊 椅子啊 书桌啊 这就叫子类别 好 在利润来说 利润来说 这个黄色 黄色是其他不要看 你要看的是 这个绿色 绿色跟最大的红色 最大的绿色跟最大的红色 他这边就直接告诉你说 书价成长最多 桌子减少最多 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自动分析已经帮你分析到这一块了 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分析 干脆你就列出来自动分析的结果 就不会有很大的错误了 有听懂吗 连自动分析都帮你做完 以下有这件事吗 光是那个9.97% 就有点在考各位的那个公式 然后你要把它算出来 他这边自动帮你算 然后接下来 他不是只有算一个 他说以类别来说 办公用品类成长最高 我相信老板一定会很想知道这件事 还有就是当你今天去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 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讲说 好我们今年成长9.97% 结束 新闻也不是这样报的 新闻他报 例如说我们今年的GPT 例如说成长3% 然后主要又是以什么业的成长最多 什么业的成长最少 可以理解吗 那相对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讲说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2016年我们的利润是有成长 然后在纸类别 这边主要是以 书价的成长最多 然后以桌子的衰退最多 然后接下来以类别来说 办公用品成长最多 办公用品跟家具都是成长 可是技术是下降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对于那个细分 我不知道细分是什么 这边针对城市来说 这个太原这个城市成长最多 保定这个城市下降最多 然后这边以地区 地区在中南地区成长最多 好 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它全部都帮你算完了 可以吗 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下课就回家了 这些东西我们要自己 我要教你会算这些东西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请说 因为他只做前几名的统计 剩下他们统计的全部都叫做其他 可是你要记住 假设你客户 假设你有五家客户 他只帮你统计 假设你有十家客户 他只帮你统计前五名 你会不会想要统计前七名 这都是我们后面会教 但是没有统计到的 他就全部叫做其他 其他知道的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最好 不过其他有时候很快很多 就是代表说 客户都是很平均分散的 有这样子 例如说 你去Seven Seven在统计客户 大家去Seven 了不起都是买100块以内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其他就会变成大宗 这样了解 好 那在这个地方 你除了可以看2016 可不可以看2015 2014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刚好这边都是增加 所以他这边分析 他就没有说明减少的情形 好 他这边都只有说明增加情 还有找出值分布的不同居住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看 你看这就是自动分析 这绝对是以色调做不到的 因为他都帮你分析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暂时来去看自动分析 请不适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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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之外